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再次回到星期二的系统神学的分享会 今天我们仍然是在谈论神论 我们要进入了第七谈 你看到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奇怪 其实上帝有没有神体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上帝的属性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就是关于上帝他是一个灵 英文是God Spirituality 那中文我不知道要怎样子翻译 你要讲上帝的灵性还是上帝的属灵性 重要就是你明白那一个意思 那你看到现在翻出来这个背景的那一张图片 如果你读了约翰福音的话 你就大概有一点的概念 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 当耶稣他遇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这个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撒玛利亚妇人跟犹太人 他们中间是存在一个疑议 或者说怀疑的这样子的界限的 当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人面前的时候 他这个故事 他就引到一个高潮的部分 就是在谈上帝是个灵 耶稣说上帝是灵没有个上帝是灵 所以拜就有有有些方译是有个有的方译是没有个的 上帝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理诚实来拜他 那这个故事是怎样子的呢 就是当呃就是在第四章前面是谈到这个呃 施洗在帮这个耶稣呃 他能谈到这个呃 四章一节谈到主耶稣他知道说法利赛人听见他所收的门徒施洗 比月啊那个约翰还要多 所以在耶稣呢 他就离开了犹太然后去到加利利 然后他这边特别讲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就特地经过撒玛利亚这一个城 来到一个城市叫做序家那在序家这里呢 他有一个井叫做雅阁井 耶稣他就呃走路困乏 他就累了 他就坐在井旁 那个时候是中午的时间 在中午的时间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这里打水了 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为什么耶稣不要叫他的门徒呢 因为门徒那个时候还进城去买食物 那耶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就对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 你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 他们之间是没有来往的 耶稣就回答说 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 还有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就早早求了他 他也必早早给了你活水 那妇人就说 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讲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生 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 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很奇怪啊 你现在是你跟我求水喝 不是我跟你求水喝 你又没有打水的器材 你怎么能够得到所谓的活水呢 然后他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深处也都喝这个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 耶稣他回答说 就是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全人 直到永生 那耶稣他是从一个属灵的层面来讲这个水的 那是撒玛利亚妇人呢 他讲这个水是从人看得见的物质的这样子的层面来看 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活水不是物质上面的水 然后妇人他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可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那耶稣他说 那你就叫你的丈夫来这里啊 那妇人就是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真正的丈夫 就不是你的丈夫 所以你讲的这句话是对的 而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了 哇先生我看出你真的是一个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 你们到说应当礼拜的应该是在耶路撒勒 耶稣他怎样子回答呢 耶稣回答说妇人你应该要相信我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勒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然后就来到这一句 重点的这一句第四章24节 神是个灵 有的译本是没有个 这个字就直接神是灵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们 耶稣就回答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所以你看当一个犹太人耶稣他在叙迦的锦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交谈的时候 耶稣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大胆的跨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 这条界限呢是充满了敌意也充满了怀疑的你可以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的回答耶稣的话当中 你可以看到而且这条界限呢长期以来把这两个民族分割开来 撒玛利亚妇人他质疑耶稣喝水的请求 因为他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四章纠结这里讲 当耶稣讲要给他活水的时候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嘲笑他 但是耶稣他很温和的坚持说他可以给他一些东西 他可以给他这个活水 他有能力给他这个活水 而且这个活水是可以永远满足他的饥渴的 所以你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是一场呃不寻常的对话啊 不是一个很就是闲聊那样子哎 就是坐在井盘啊没有事情做了 然后在那边聊天不是 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对话 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开始表达出兴趣的时候 表现出兴趣的时候 你看耶稣在做什么 他突然改变了这个话题 让他给他的丈夫打电话 他没有打电话就叫他的丈夫来这里了 他要他去找他的丈夫 但是一个妇人呢 他怎么说他怎么回答 他很腼腆的回答说哎 他没有丈夫 那这一件事情就让基督 他这个神性的知识 在这撒玛利亚的妇人的生命当中显现 为什么呢 这个耶稣他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有五个丈夫 而现在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 耶稣他指出他的罪性来 指出他里面这个 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就耶稣第一次见到他 他怎么会知道他这些事情呢 所以这一个就体现出了耶稣他的神性 然后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面对这个环境 面对这个耶稣的回答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改变话题 他转移话题 他反而去问耶稣讲 人们应该在哪里敬拜 到底是在撒玛利亚人的山上呢 还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里 他毫无疑问 他希望基督他可以肯定后者 然后呢 他就可以把他所犯的这些罪 就隐藏在哎呀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神学争论啊 就是因为你们种族偏见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背后 但是基督的回答让他很吃惊 因为耶稣的回答是 都不是 OK 撒玛利亚妇人 他想要隐藏他这个五个丈夫 这样子啊 让人啊 就是别人看不到 就是不想 他不想让人知道这个罪 他想要把这个罪归咎在 这个到底是啊 这个神学的争论啊 或者你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 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样子的冲突 他想要把这个是隐藏在下面 因为这些问题是更大的 但是耶稣的回答是 都不是 这两个都不是 因为这样子的这些的敬拜场所 将会被淘汰一个新的时代 就要来临 基督解释说神是个灵 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因为希腊语他没有不定贯词 所以耶稣的话也可以翻译成 上帝是个灵 或者上帝是灵 虽然在上下文里面 他可能可以讲 他是提到了圣灵 但是上帝并不是专门指圣灵 因为前一节明确的提到了父 因此呢 在这个陈述当中 主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上帝的关键性的描述 尽管耶稣他经常谈到父的属性 但这个是我们直接从这位道成肉身的 上帝的儿子的口中听到的唯一一次 以神是什么东西这样的形式来描述上帝他自己 所以这里他说上帝是个灵 那在救赎历史当中 其实我们会发现上帝是逐步的启示了 他是灵 特别是怎样子 特别是在他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动机当中 但上帝在西乃山上 他是要摩西显现他自己 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来到同一座山上的时候 他表现出他自己是什么 他表现出他自己是一团无形的火 在面对像摩西显现的时候 他是在荆棘中燃烧的火 这个荆棘没有烧坏 然后呢 他以这个显现来阻止人们将任何身体上的形状或者形式归于他 他不是一个人能够看到的 了解的能够明白的这样的形式 他是一个无形的这样子的东西 上帝在授权建造他跟以色列同住的会幕的时候 但是跟其他神的圣地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 在这个会幕当中哦 是没有放上帝的形象的 没有上帝的形象 你看其他的巴别这个巴别巴比伦的神啊巴别的神啊 古晋东听的这些神 他是有一个形象的 他是有造出来啊 可能他像不知道像猫像狗像牛 但是上帝授权以色列人要他们一起 要他们来建立的这个会幕里面 是没有放上帝的形象的 耶和华在会幕当中他是怎样子显现他的存在呢 他用那个那个荣耀的云彩 他用夜间的这个光这个火 云柱和火柱 在几个世纪之后 他在圣殿当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此外尽管上帝在圣殿当中特别显示了他的存在 但是呢他拒绝限于 拒绝把自己局限于圣殿当中 而是在所有地方显示他自己的存在还有活动 尽管罪人都试图要避改他 当耶稣基督他废除了地上的圣殿 他把他的子民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 当做他的活的圣殿的时候 上帝是灵的这个最高启示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不是我们没有 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把他的圣殿把他的家安在全世界的人的里面 不仅仅是圣灵 不仅仅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还有父还有子 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是肉眼看不见的 他们通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敬拜神的时候 往往没有尘世的辉煌 然而他的存在对他们的性格 对他们的个性还有关系 产生了强大并且振奋人心的影响 基督在无形当中与他们存在 基督作为教会之手 他通过他的道 通过圣礼 通过纪律而行在这个教会当中 三位一体的神通过他的教会 这一个是由活石所建造的教会 表明出他是荣耀的真实存在 但不是以物质以可见的形式 而是以一种灵的方式居住在我们里面 因此当耶稣他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他所说的话就预示了在福音底下 教会的敬拜将会发生一个很巨大的改变 很巨大的变化 因为物质跟预期的敬拜 将会让位给一个真实 而且属灵的敬拜 过去在这个 一路撒冷是一个物质上面的这样子的敬拜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从属灵上面的敬拜 一个真实的敬拜 那么当基督他说上帝是灵的时候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什么叫做上帝是灵呢 上帝他不是唯一可以被描述为灵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灵 天使是灵 人也有灵 人是由灵跟肉体所组成的 一个灵魂居住在肉体里面 然而当我们说上帝是灵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认为说 他是天使魔鬼或者人 所有的这样子的灵的这种类别 用这个西门信仰告白 二章第一节的话来讲 上帝是最纯洁的灵 或者说是一种超然的灵 为了确定耶稣基督所说的 上帝是个灵的这个意思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会去思想这个灵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含义 并且以突出的方式将它来应用在上帝 并看基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当中 他所关注这个问题是如何去理解这样子一个说法的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会先来看个下 这个伯克福 他是怎样子来看上帝的属灵性的 那他是指他是把这个spirituality 他是翻译成属灵性 上帝的属灵性 圣经他认为说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关于神的定义 最接近的定义当然就是我们先今天啊 从刚才讲到现在的这个上帝是灵 也就是基督他自己讲的话 那这个陈述至少要用一个简单的语句来告诉我们神是什么 主并不是说神是一个灵 而是说神是灵 因为这种清晰的陈述呢 我们首先去讨论神的属灵性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伯克福他是先去讨论神的属灵性 他说神学教导神的属灵性 借此呢来强调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就是神啊 他是拥有的 神所拥有的本质存有是属于他自己的 substantial being 是属于他自己的 而且神的这个拥有的本质存有是跟世界有分别的 他不是像世界那样子的 而这种本质存有是非物质 是不可见的 看不到的 是不能够合成 也不能够延长的 他包含了一个想法 就是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完美概念的所有基本特质 都可以在他里面找到 他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这样子的呃 存有 他是能够自我决定的存有 他这里用两个词 自我意识 还有 自我决定 self-conscious 还有 self-determining 那在这样子的语言上面 最绝对最纯的意义上 上帝 是个灵 因此在他里面没有组合的部分 主灵性这个观念的必须要 必须会排除任何把像身体这样的概念归给神的 做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 这个 上帝 有一个身体这样的想法放在他身上 因此呢 按照这样子我们就 会发现一些早期的 诺斯底派呀 或者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 他们的幻想 他定义我们 我们的 把身体归给神这样子的 做法 那圣经他确实 有谈到神的手 谈到神的脚 神的耳朵 神的眼睛 神的鼻子 神的嘴巴 那 我们既然讲神是个灵 神没有物质 那为什么神有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神有手有脚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呢 你要知道 这个只是使用 迷人化的 这样子的做法 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一位 永超我们人类知识的神 我们只能够用人的方式来描述这位神 用人的方式来理解这位神 因为他所有的知识是超乎人能够理解的 我们把属灵性归给神 我们也可以来确认说 神他没有一种属物质的属性 因此呢 人是无法靠身体的感觉 来察觉他的 人不能够来 用身体来 体验到他 来察觉到他 保罗是怎么说这位神的呢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7节 他说 他是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 他是万王之王 是万主之主 就是那个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 不能看见的 当愿 尊贵和永远的权能 都归给他 所以从伯克夫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属灵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是物质的 他不是可以看见的 即使圣经当中 他有用到 神的身体呀 神的手 神的脚这样子 那这一个是 尼人化的做法 OK 所以第1个 我们先从伯克夫 他系统神学里面 他是怎样子看这个 上帝的属灵性 接下来我们要看 John Fram 富莱姆 Fram他是怎样子看的呢 他说 当然 关于作为三位一体 第3位格的这个圣灵 我们之后 会有更多的论述 在本节当中 在他这一个部分里面 他要谈上帝的属灵性的时候 他不是要谈到圣灵 正如在 同样他是引用这个约翰福音4章24节 耶稣所说的 上帝是个灵 敬拜他的人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他说 他相信 耶稣在这里 不是特指圣灵 而是指作为三位一体的属性的属灵性 OK 这里这个灵并不是特别指向圣灵他认为 这里是特别是要指向三位 三位一体神的属性 而这个属性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属灵性 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圣灵的品质 跟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属灵性之间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神学家们有时候把这个属灵性 消极的定义为两种 一种是 无体性 第二种是 不可见性 那这个等下在 这个叫什么 周比克牧师的 内容当中也是会提到这两个 无体性 不可见性 荷门巴菲他也是这样子做 尽管荷门巴菲他添加了一个 更积极的定义 圣经他确实暗示 灵在本质上是 是非物质的 灵是非物质的 好像在以赛亚书31章3节 在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 都是这样子 但是 Fram他 认为说 这个 单单无体性跟不可见性 还不够 还不足以来构成圣经当中对灵的一个充分的定义 他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圣经是将荣耀的神跟神的灵来相提并论 他是把上帝 跟上帝的灵 来进行相提并论的 那比如讲他就 引用了 一个东西 他说 圣经资料里面 常常认定荣耀的云 是神的灵的显现 那举个例子 他举出一些经文 在一些经文当中 荣耀的云 云彩 云朵 他所发挥的功能 他是把他归功于 圣灵的 好像在尼西米纪 9章 19到20节 以赛亚书 63章 11到14节 这些都提到了圣灵在 圣灵在五旬节的工作 跟荣耀之云 在出埃及记 和建立会幕的时候的功能是相对异的 他所说的这个克莱恩他所说 荣耀之云是圣灵的显现 但是跟荣耀一样 即使没有神迹 圣经也是提到了圣灵的工作 荣耀之云为荣耀的更广发更少的字面意义 提供了一个模式 就是上帝的荣耀是从他身上造药出来的 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光 也是创造能力 还有道德的品质 因此呢 这个荣耀的云 他提供了一个模型 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灵在其他背景下的工作 正如荣耀的云彩停留在会幕上 并且进入圣殿一样 这个圣灵他也同样是居住在圣徒的身上 居住在信徒的身上 因为信徒 是圣灵的 电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在旧约当中 这个荣耀的云彩居住在会幕当中 在新约当中 圣灵 住在信徒当中 信徒 就是 上帝的电 而旧约当中的圣殿 现在新约上中的 信徒 作为这个 活的圣殿 正如上帝在云当中的存在 云彩当中的存在 赋予了他的子民力量 给他们子民方向 并且以祝福和审判伴随他们 你看在新约当中 在整本圣经当中 这个圣灵的作用一般来说也是 一样 这个也是圣灵在整本圣经的作用 一般来说 神的灵是他在世界中的存在 执行他作为 这个主的工作 稍后 他之后他也是会谈到像上帝的道 还有上帝的父的这个身份一样 圣灵是一个神圣的属性 也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 但是现在呢 他是把重点放在 灵上面来描述 上帝在世界中的行动的方式上 那灵在 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牛马 他从 当中所代表的这些词 他都可以来表示 风 或者呼吸 风 跟呼吸呢 是圣经当中对圣灵工作的 常常使用的比喻 好像风是以无形 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来吹动 圣灵也是给予新生 因为没有呼吸 就没有办法传递话语 所以圣灵常常是伴随着神的话 来 道 来达到他的目的 预言是这样子 创造也是这样子 像诗篇33章6节里面所讲 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道造的 诸天也是借着他口中的气造的 那接下来除了这一个呢 除了荣耀的云跟神的 灵的显现呢 我们还要看的一个就是 救赎历史当中的圣灵 正如我们所看到 圣灵从来没有离开世界 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子民 但是圣灵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世界 的一个固定的特征 相反就好像内在的上帝一样 上帝内在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来行事 他也 活跃在救赎历史中 发生的所有的变化 新约当中最主要当然就是圣灵在五旬节的这个降临 他让教会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 耶路撒冷 犹太 撒玛利亚 知道地级 但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当中 4章24节当中 他宣称神是个灵的时候 我们认为 Fram 他是认为他不仅仅是在说 神是看不见的 是没有实体的 他说这一节经文的意思 也不是 说在敬拜当中 我们应该专注于非物质 而不是物质的东西 不是 相反 耶稣他说的 是即将要发生的大事 你注意到23节说 他又讲 时候到了 在他的命令下呢 圣灵会带着能力来降在 教会当中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敬拜就好像传福一样 将是在灵里面的 而圣灵的大能 将会激励神的子民 祷告 还有赞美 那这种敬拜呢 也将是在真理当中 在上下文里面 我们会发现 这个真理不仅仅是 一般意义上的真理 他是 跟这个 谬误 是相对的 旧约的敬拜 按照神的规定 不是 不是假的 他们在旧约当中 在耶路上的敬拜 那个也是真实的敬拜 但是耶稣在这里指的是 他来的时候 所带来的这个真理 他通过他的十字架的血 获得了救赎的真理 也就是 恩典的福音 因此呢 很重要的一点 这里其实谈了一个 又谈到关于敬拜 就是 在圣灵当中的 在灵里面的敬拜 是以 基督为中心的 圣灵 他为基督做见证 他激励上帝的子民 唱出对 耶稣赞美 那么我们说 上帝是灵的时候 就是说 上帝的真正崇拜 是通过圣灵 指向圣子的 上帝将自己 与圣灵相提并论 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 圣灵的品质 还有行为 其实就是上帝的品质和行为 那么上帝的灵性 不仅 异昧着上帝是 看不见的 是非物质的 而且 他具有跟他的子民 同住的 圣灵的 所有特征 所以你看到 这两个人 中分 他在这里 他比较 关注的就是 虽然这里 这一句话 神是个灵 他不是直接的讲圣灵 他讲的是 上帝的属灵性 上帝的属性 是具有这个属灵性的 但是呢 上帝的属灵性 他其实 是具有所有 上帝跟他的子民 同住的这个 圣灵的 所有的特征的 OK 所以你看到 这两个人 他们 这个着重点的 有些不一样 John Frank他是更看重 他在跟圣灵相同的 这个地方 那除了 John Frank的 今天我们 还有多一个神学家 我们用了这个 Robert Latter 他的系统神学 我们也来看一看 他是怎样子看 上帝的属灵性的 同样 4章23到24节 也是引用这个经文 他说耶稣在这里指出 上帝的本质 跟我们的 身体的存在 是截然不同 那在讲这个之前 我要讲这个 John Frank John Frank的这本系统神学呢 我是单单用 他的 整体的 系统神学 其实我后来想到 其实John Frank 他有多写了一本 也是这么厚的书 是Doctrine of God 那个是更深入去谈 每一个 神论的 内容的 所以如果 我因为太太厚了 所以我没有去用 用那本书 但是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看 他那边会讲的 更详细 这个是他 就是 全部在一起的系统神学 也是很厚 但是他就没有讲的那么深入 另外一本他想讲的会 更深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 叫做Doctrine of God by John Frank 啊 好 这边他 我们继续回来 啊 Robert Lattern Robert Lattern呢 他就讲 他在4章23 4章23到24节的时候 耶稣是指出 上帝的本质 跟我们身体的存在 是截然不同的 他是灵 他不是物质 他生活在一个 对我们来说 是陌生的 领域里面 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他 我们是物质 他不是物质 他是灵 OK 那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 上帝的身体呢 同样 又回到那个 他还有这个 对 伯克福他说 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要谈到 上帝有身体 为什么要谈到 上帝有强大的手臂 同样 是因为 泥人化的说法 上帝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他自己 以便他的启示 能够让各种类型 就是能够让人能够 容易的理解 典型的做法就是上帝让自己 适应我们的能力 否则的话 我们是无法去承受 他的启示的 正如 加尔文他所讲的 现在的适应方式 是他向我们 展示他自己 不是按照他自己原本的样式 而是按他在我们看来的样式 使徒保罗讲述了那一位 住在不可接近的关中 没有人见过 也不能够见到他 他是灵 也表示就是不能够见到的 他不受人类的 限制 也不受他所创造的这个 宇宙的性质所约束 上帝是无限的 他不受创造的 空间和时间的范畴 所限制 然而呢 Robert Latton 他进一步谈一个东西 他讲 其实 上帝确实 有一个身体 哇 上帝确实有一个身体 那他是怎样子有的呢 啊 他是 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呢 前面的学家都讲没有身体 是一个灵 你现在你讲上帝属灵性的时候 你竟然讲 他有一个身体 他这里他说 虽然上帝本身是不可见的 因为他的本性跟我们的本性是不同 但是他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自己 怎样子看到呢 接着圣子 圣子 以 我们同有的这样子血肉之躯 来到这样子的世界当中 这位无限的至高者 拥有人类的身体 拥有人类的灵魂 从现在 到永远 因此我们被呼召与他相交 与他结合 在耶稣基督在这位永生的上帝 真理当中 他现在跟我们合一 在圣灵当中呢 他也 引起我们对他的敬拜 所以 Robert Latham 他这里 谈的部分有趣的一点就是 他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其实上帝是有身体 上帝的身体是怎样子出现 是借着耶稣基督显示给我们看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到上帝 像耶稣 耶稣自己讲的嘛 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 所以 从这里我们就 看到这三个神学家 他们各自 都有一些 特别的地方 这个也是当我们比较不同的系统神学 书籍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有 很有趣的地方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 周比克牧师 的系统神学 他来谈到了 啊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Burkhove 他不是这个 啊 John Frame 他所提到的上帝的五体性 还有上帝的 啊 应该是 不可见性 这两个东西 那 周比克牧师他在他的 系统神学书当中 他把这两个 来进行了一个 比较深入的 解释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到底是 在讲些什么 上帝的五体性呢 因为耶稣基督说 上帝是个灵 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啊 上帝不是一个物质 OK 上帝他是 五体的 他是没有身体的 他是没有肉体的 当这位复活的耶稣 他出现在他的门徒面前的时候 他对这些门徒说 你来看我的手 来看我的脚 是我自己 你们来摸一摸我 我 因为 灵是没有肉的 就好像 啊 你们看见我呢 你可以来摸 甚至他他是在叫那个 啊 华语多吗 让他来探一探 他那个 呃 钉横的手 那多吗不敢碰他 马上就知道 只能够成论讲这个是我的主 我的神 那这里要讲什么 这里要讲现实不只是物质的 还有现实的另外一个层面 啊我们常常想 现实 就想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现实的层面 但是其实现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 灵的领域 灵的领域呢 跟物质的领域是一样真实的 两个都是一样的真实 以赛亚书 31章 第3节 啊 以赛亚书31章第3节 他提出了一个对比 他说 啊 现在埃及人是人 他不是神 他们的马是 肉体的 他不是零 圣经他强调了肉体是神的对立面 约翰加文他在谈到上帝的 属灵性的本质的时候他也说 他的灵性使我们无法想象他有任何世俗或者 肉体 OK 人可能会想象说上帝像一个住在天上的老人 但是实际上上帝 是一个灵 上帝的五体性跟约翰福音第4章的这个背景问题是十分吻合的 因为耶稣基督将上帝的属灵性 跟以 啊 耶路撒冷啊 或者 撒玛利亚的山上啊 这样子有形的场所为中心的敬拜 还做了一个对比 在旧约底下 上帝是要求 以一个悔改的心来敬拜 然后产生属灵的顺服 但是旧约也提供了一个 精心设计的 圣地 祭物 祭师 仪式 祭品 这样子的一个体系 这样子一个系统在立位纪 旧约注重肉体的仪式性的敬拜 但是新约呢 他注重 属灵 灵性上的敬拜 旧约使物质物品的献祭与 新约使 旧约当中这种物品的献祭与敬拜无关 因为被钉死 并且复活的基督 他就是那一个赎罪的高原了 是上帝的子民与他见面的圣殿 因为神是个灵 他要求的敬拜 就超越了物质的东西 而是用基督的灵使我们的灵 参与在当中 在新约当中 他也 在新约的简单中进行更属灵的敬拜 像清教徒 Steven Chano 他说 上帝具有属灵的本质 因此必须要用属灵的敬拜方式来敬拜他 使徒保罗 他在谈到这个 希腊异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 他也同样 会谈到了关于上帝的属灵性 他说 我们不应该认为神性 像金子 银子 石头那样 是用人的方式来雕刻出来的 因为神不是有物质所构成的 不是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 来 雕 雕出这样子的一个神 不是 因此 我们应该要放弃偶像崇拜 也就是 为这个 神制造的一个可以看见的形象 或者在崇拜当中 去使用这样子的形象 这个也是实际的第2届命令当中 他说 禁止的 任何 将受造物的形象跟神性 来相提并论的 这样子行为 是对神的荣耀的严重冒犯 会激起 上帝的 愤怒的 神性的物质形象 是 谎言的 教师 是对神的 严重 歪曲 偶像崇拜者的形象 是 虚假的 家文他就说 上帝的威言 被一种不合适的 荒谬的虚构所玷污 让无体的东西被塑造成有体的物质 无形的东西被塑造成有形的样式 属灵的东西被塑造成无生命的物体 不可估量的东西 被塑造成唯一不足道的 木头 石头 还有金子 所以家文在这里就是在讲说 上帝 这一个原本是 无形 属灵 不可估量的 当我们以一种 物质的方式 来看他的时候 把它 雕塑成 物质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 侵犯了上帝的威言 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谈到上帝的属灵性 但是其 关于神的教义 却暗示了他是一个灵 他的身体存在于特定的地方 还有时间 身体 如果是肉体的话 他会存在在 特定的一个地方 或者特定的一个时间 但是上帝他创造了所有的地方 创造了所有的物质 他开启了时间本身 创世纪一章一节 而且 他无所不在 耶和华说 我不是充满天地吗 在耶利米苏23章24节 身体是有尺寸的 但是上帝的存在是无限的 天都不能够容纳他 再大的地方都不能够容纳他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 无限的 而上帝的属灵性 对于三位一体的教义 也是至关重要 如果上帝在本质上 是一个 有形的存在的话 那么就很难 OK 如果他只是一个有形的存在 很难 你很难去理解 这个三位一体 甚至你不可能能够相信 独一的上帝 他就是 三个位格 3% 因为他们必须要住在一个身体里面 或者作为三个 位格而存在 在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 当我们理解上帝是个零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更容易明白了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物质 物质 直到就是1加1加1等于3 但是零的话 他就超越了这个1加1加1 上帝在三位一体中的同一性 是他属灵本质的同一性 神圣的五体性 就是神性的五体性 也保证了三位一体的教义 不受任何 其他所产生的这样子的暗示 因为上帝是没有 部分 他是儿子的父亲 他没有隔阂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上帝的属灵性 对于我们去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 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有一些人就反对说 上帝他必须有一个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向人们显示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人那样子 就好像一个 比较荣耀的人 比如说摩门教 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反对 摩门教 或者称之为 耶稣基督 末世圣徒教会 那也就是你常常在路上看到 有两个穿着白衣打着领带的 那些按摩 他骑脚车 然后他佩戴着一个 名片 通常他就是叫做 什么什么长老 什么什么长老 这样子啊 你看他很年轻 但是他就是叫做长老 虽然他一点都不长 也一点都不老 那摩门教徒呢 他们的教会就教导说 父神其实是一个 被神化了的人 在他成为神之前 其实他是一个人 John Smith Johann Smith 就是他们的 这个创办人 他就写到 天父有一个 像人一样有形的 血肉之躯 骨肉之躯 他也说 他曾经和我们一样是人 是的 上帝本身 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他居住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面 就像耶稣基督本人一样 那他有一个 里面的人还就说 人现在怎样 上帝就曾经怎样 上帝现在怎样 人就可能可以怎样子 因此据说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的 创造了人 而且是按字面意思所创造的 那这个是他们的解释 虽然摩门教呢 他开始于19世纪 但是其实这个观念很早就存在了 这一个古老的错误 一些 索西尼派的教徒呢 以及在他们之前的 四个世纪 这个僧侣 奥带欧的 这个追随者 他们都在教导 这样子的观念 那我们要怎样子去回应呢 当然很简单 这个 想法 这样子的 思想呢 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 相违背的 相矛盾的 圣经是讲上帝是个灵 所以这个矛盾是非常的明显 以至于 这个 约翰 约翰 约翰斯 约翰斯 他在自己修订 圣经的时候 他把上帝是个灵 改为了 上帝将他的灵 应许给这样子的人 那这样子的读法呢 在希腊文当中 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约翰斯 他大胆的 去改上帝的话语 这表明 有些人 他为了要把 上帝跟人 等同起来 他走到了极端 这个是对上帝的 亵渎 上帝对人的 可见 显示 就是上帝显示 他自己给人 并没有教导说 上帝是有身体 没有 就好像天使的可见显现 证明了天使有意义 神迹不是对 上帝本质的看法 而是他特别 存在的迹象 上帝以各种的形式出现 他 借着云柱火柱 来向他的子民表明 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说 上帝是有被造界 有这个被造的世界 这样子的身体的构造 同样 圣经当中的 关于神的意象 不是 神的 这样子的 字面的形象 而是对他的属性 或者对上帝的行为的 象征性的代表 好像 人一样的神迹 遇事 这个圣子的 道成肉身 他不是以神的肉身 而是以神的身份 就好像 简单来讲 就道成肉身 他不是以 神的肉身 他是以神的身份 取了 人的肉身 跟他自己 结合 而人类呢 他确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这个是指他们的灵魂跟上帝的灵和道德上的 相似性 而不是他们的肉体 他们的身体实际上没有 上帝 就是他们的身体实际上与 没有上帝形象的动物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人跟动物有很多共同的特征 虽然人不是动物 但是上帝在人生上的形象 使人比动物更为的优越 并且使他们有资格去统治 去管理其他的生物 那还有一个会反对的是什么呢 他们会反对 圣经当中常常提到上帝的身体部位啊 他的手 他的眼睛 他的脚啊 那这个其实我们刚才 别的系统神学书他已经解释了 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 对上帝的 泥人化的描述 这些是泥人的语言 ok 用比喻来描述上帝好像他是一个人那样子 当圣经他把上帝描述为具有人类的身体 还有属灵的结构的时候 这个是体现出我们对上帝的泥人化的描述 上帝的手还有他的手臂 是比喻他作为创造者作为救主的能力 这些都是他无限的 上帝不是一个能够将 应该这样说 好像上帝的眼睛 他也是作为一个比喻来表示他的知识 表示他的执意 他不是一个肉眼的这样子的眼睛 因为他是在每一个地方的 而上帝的心 上帝的灵呢 他其实也是在代表他的思想和情感 这种泥人化的 出 泥人化的方式呢 也出现在圣经的很多叙述当中 好像上帝被说成是 上帝下来看 或者上帝下去看 这个 让人能够明白上帝的这样子的行动 把他想象成是一个威严的国王 让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 来对付这些 得罪他的百姓 这些都是用泥人化的说法的 基督的比喻里面也是用了很多这种泥人化的内容 好像 一个牧羊人去寻找 尸上的羊 妇女去寻找丢失的 钱币 父亲去拥抱这个跑回来的烂子 这些都是用泥人化的比喻的 当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泥人化的语言 他传达了关于上帝的重要真理 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泥人化 所暗示的一切 都归给是上帝 以免我们以生物的局限性 以动物的局限性 以我们能看到的这种被造界的局限性 来羞辱了上帝 相反 我们必须要根据上帝的启示的属性 来解释这个泥人化 所以 上帝他是灵 上帝没有形状 他没有身体 作为圣洁的主呢 他没有肉体所经历的 需求 还有限制 然而我们仍然要 为圣经当中 用这样泥人化的方式 让我们理解上帝 我们要感恩 对问长老他就说 就好像太阳的辐射 他可以摧毁我们 但是当 这太阳的辐射呢 经过大气层的过滤之后 他是 照亮 而且温暖我们 所以 上帝用这样 倪人化的方式 跟我们对话的时候 他是屈尊 以人类的方式 人类能够明白的方式 来启示他自己 这样子的话 他的荣耀 就不会伤害我们 反而 是帮助 并且 治愈我们 所以以上就是谈到这个 这两种反对的声音 还有我们的回应的意见 刚刚讲完了 五体性 现在要谈一谈上帝的不可见性 或者说上帝的隐秘性 那 托比奇莫斯呢 他也针对这个上帝的不可见性 来提出了 一些观点 什么呢 因为 基督的教导 上帝四个灵 我们已经重复 很多次了 上帝四个灵 上帝四个灵 他还有另外一层行 什么行 呢 刚才讲的是 他是没有肉体 现在讲的是 他不能够 被人的眼睛看见 上帝不能够被人的眼睛看见 他的不可见性 这个真理呢 也反映了 约翰福音第四章 还有更广发的圣经背景 所关注的问题 就是对上帝的敬拜 主要不是关于可以看见的东西 不管是自然的 还是人造的 都不是 而是关于圣经经文当中所启示的 这个不可见的现实 而且是通过信仰来感知 所以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正如灵 与可以看到的肉体 它形成一种对比 耶稣基督成为可见的肉体呢 来启示上帝的恩典和真理 也跟上帝不可见的存在 形成了一个对比 因为没有人 见过上帝 没有人 当我们说上帝的不可见性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是指 凡人不能够看见上帝 然后活 活着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就是人看到上帝就不能够活 当然上帝的荣耀是不可触及的 这个是事实 他的威严的展示 是会摧毁 摧毁掉 我们这样子的凡人的 即使是通过基督进行调剂 然而上帝的不可见性的 也意味着这种表现 并不是对上帝存在的 直接或者物理的视觉 因为神性 因为神性不是物理感觉的对象 上帝的属性是通过他所造的东西来体现的 但他的永能和神性本身是看不见的 因此 上帝本质上 是不可见的 但却能够使自己为人所值 而我们要依靠他自愿的 自我披露 虽然上帝以前以神迹的可见的荣耀来彰显他自己 并且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还会这样子做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感知上帝的方式 与大多数圣徒在历史上所做的一样 当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呢 信心就抓住了他 因此信心本身就是未见之物的确据 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在他的话语中的启示来想象他 他是不可见的 他不是眼睛的对象 而是耳朵的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听 我们听上帝所说的话 我们不一定能 我们不能够用眼睛看到他 那也因为上帝是不可见的 他的人类的形象呢 就在这世人所知的方面 起着关键的作用 首先 我们是怎样子 透过上帝 看的 我们是怎样子看到上帝作为人类的形象呢 第一个 其实之前那个 Roberland 他也是有谈过 就是 他是通过上帝 道成肉身的儿子 耶稣基督 启示了那个 看不见的荣耀 他是荣耀的光辉 还有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 Thomas Watson 他就说 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使上帝有任何形象 或者相似之处 我们怎么能够把他想象成一个 灵呢 我们必须要从属灵上 去思想他 在他的属性中 他的圣洁 公正 善良 这些都是 他的神性 所赏要的光辉 我们必须要想象 他在基督里面的样式 耶稣基督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所以我们 借着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了上帝 我们看到了那个 原本我们用肉眼 看不见的上帝 第二个 上帝他通过他的子民 使自己显现 这个更进一步 上帝透过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 让他显现出来 怎么说呢 因为 他在基督里的圣爱 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说 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见过神 我们 但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上帝通过人类的爱 彰显了他的爱的本质 所以两个方法 第一个 透过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我们看到上帝 第二个 其实讲的就是你就是我 上帝 借着 我们 活出基督的样式 借着 我们 因为 神 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也是 显现 他自己 即使是 神在国度里面的 平安景象 也很可能不是对神的本质的感光理解 而是通过 道成 肉身的基督 他荣耀的子民 他圣洁的天使 他的新天新地 对神的荣耀体验式的 这样子的认识 特曼巴菲 他就说 人类的福气 确实是在于 上帝的福气 但是这种福气呢 将永远是 有限 和有限的人性 所能够达到的 上帝的不可见性 本身 就是他神圣荣耀的启示 因为他将他与我们 和我们的世界 给区分开来 所以上帝的不可见性 基本上就是 体现出了 他的神性 这个就把我们跟他分开 把这个世界跟他分开 这个也是促使保罗 去赞美上帝的属性 之一 他在提摩泰前书 在提摩泰前书里面就有 谈到 大概的反应 就是现在 把荣耀 还有 荣 荣耀 归给那位永恒不朽 看不见 唯一有智慧的上帝 直到永远 阿们 提摩泰前书 一章17节 上帝的不可见性 也将他的方式 包裹在神秘当中 就好像月博记 里面月博所讲的 他从我身边走过 我却看不见他 他走过我却看不见他 除了这个我们还要再谈的一点就是 上帝的自信 智慧的自 上帝的自信的这样子的 方式 当基督说上帝是个灵的时候 他也是在表达上帝是一个 有知识 有意志 有感情的 个人意识的存在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上帝他不是一种 满目的力量 而是寻找真正 敬拜者的 而是去寻找一个真正 拜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 父 寻求 这个词也因为 背着他的目的 因此基督得出的 结论就是 真正的敬拜 是让 男人和女人 用心灵和诚实 来参与 用心灵和真理来参与 也就是对上帝的圣灵 所赐予的话语 做出个人的信心反应 这里的真理呢 是指通过基督给予的 全部 神圣 启示 就是恩典 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 约翰福音 一章17节 那么逻辑是这样子 就是 既然 神是一个有个性 有知识 有感情的灵 而我们呢 只有在基督的帮助下 以有个性 有智慧 有感情的方式来敬拜他 才是正确的 那通常翻译为灵 牛马 这个词呢 它是指一个人的思想 还有情感的内在生活 好像玛利亚 他在歌颂 的时候他讲 我的灵 要在美主 我的灵 以神 我的救主 为乐 灵是基督的人类 情感的所在地 保罗说 人的事 除了在他里面的 人的灵 谁知道呢 神的事也是这样 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 这里的灵不管是用在人 还是用在神 他指的就是一个 一个人的 他的知识 意志 情感 还有自我意识 Charles Hawks他讲 如果上帝是一个灵 那么他必须 是一个 为一个 有自我意识的 有智慧的 自愿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个体 一些哲学家 还有神学家 认为灵这个词的 意思是 恰恰相反 一个没有位格的 一个没有人格的 存在 或者仅仅是一种 力量 他们的思想体系 通常是 泛神论 或者这个 妄有 妄有在神论 只有当 物理世界 上升到 自我意识的时候 上帝才会出现在 个人意识当中 当人类意识到我们体内的神 这个表 我们直接跳到这里 我们不是通过 理性的抽象 或者神秘的体验来认识这位神 我们要怎样认识这一个神呢 是通过谦卑的顺服 这位个人的 这位自在的上帝的 具体的自我启示 他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 他是超越的 他是内在的 他是无限的 但是也是个人性的 上帝不是一种非个人的一种力量 或者能力 他是个人性的 圣经当中经常用第3个 第3人称的代词 就是他 him hi 或者him 来 称呼他 他用第2人称代词 你 来称呼他 并且用第1人称的代词 我来称呼他 有用我 有用你 有用他 OK 他的无限性 没有削弱 他这样子的个性 相反 他的这个 个人性呢 是 无限的 远比我们作为 他的形象 承载者的 个人性要强 但这个个人性在 三位题中 显示的 淋漓尽致 因为这三个位格 三个 我跟 你爱道的关系 爱 和道 我跟你的这样子的关系 是一个 永恒 无限 荣耀的 这样子的一个现实 所以 上帝他不是只是 当我们讲上帝是灵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一个力量 只是一个能量 他是一个具有 个人性的关系的 爱道 relations 上帝作为活生生的灵的自我意识的人格 告诉我们 上帝知道他的至高荣耀 他了解并且重视 他的 这样子的至高的荣耀 他问道 在 这个是在哪里 简单来说 就上帝意识到他的最高美德 并且 高度 尊重他 他决心 远不放弃 他的荣耀 因为地级的人 圣经中讲 地级的人都要仰望我 因为我是神 没有别人 上帝作为这个灵 他就有自我意识 他知道 他有这个 自高的荣耀 他不能够 违背 他这样的自高荣耀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 怎么说 我们需要去 意识到这个 神 他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 他必然是这样子做 最后一个部分要谈的就是 是上帝的 生命 什么叫上帝的生命呢 当我们用 灵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灵这个词 他也是可以翻译成风 传达能量 还有运动 或者呼吸 他是在表示 生命 OK 但这个生命 不是讲上帝 他能够活 100年 200年 这个叫上帝生命 不是这样子 当我们说 上帝是灵的时候 我们是强达 是要传达 上帝 他是生命 他是那一个强大 不朽的生命 在动物活着的时候 我们 好 有时候也会讲 他是有灵 尽管我们要讲的意义 跟人的灵是不同的 雅各他认为说 雅各他说 没有灵的身体是死的 这个是事实 Vos 就是这个霍制衡 他说分或者呼吸 是生命的标志 因此 他就代表着生命 或者代替活力 这样子一个力量 因此就是上帝的灵性 也意昧着他的 生活 生命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当耶稣基督说 上帝是个灵的时候 他 刚刚对 这个井边的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过 活水 这个词 这活水能够满足一个人的 渴望 并且在一个人身上称为 涌出永生的这样子的活水 基督在这里借鉴了先知 对上帝的描述 也就是 活水的 全人 因此呢 基督的话 告诉我们 上帝是一个 活生生的 有能力的存在 他本身就有生命 并且他把生命 赐给所有的生物 他无限的生命 积起了 他的子民的 属灵上面的 即可 他深深的满足了这种 可目 这种 渴求 并且 让他们 在他面前 能够雀跃 恍惚 珍视他 超过其他的人 也因为上帝是灵 只有他能够满足 还有成就 我们的 属灵上面的生命 这个强大的生命力呢 也涉及到 以赛亚书 31章3节 当中 关于 神的灵 的含义 作为神 神圣的灵呢 耶和华是 活的神 Living God 这个称号 与他拯救的他的子民 还有毁灭他的敌人的主权能力 是有关的 圣经将创造世界的 活的神 跟人的死的偶像 做了一个对比 人所做出来的这种 死的偶像呢 是不能够说话 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 因为他口中没有气息 没有弱 上帝肯定他的目的 不会失败 就上帝的目的是不会失败的 他发誓 他常常是指着他自己发誓 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存在 而他的存在呢 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从圣经当中 关于上帝是活的 这样子的真理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想法 就是上帝 他是 不断的活动的 或者说是 纯粹的行为 根据定义来看 灵他必然是活的 是有活力的 好像 不可能有 不动的风 或者说 不动的呼吸 这是一种很矛盾的讲法 上帝的灵 还有生命 不仅仅是他所拥有的东西 而是说 上帝他就是灵 就是生命 William Amps 他说 上帝的属性 是上帝的行为 是单一 最纯粹 最简单的行为 上帝的重要行动 是他的本质 因为他被说成是 活在他自己里面 William Amps引用了 这个 约翰福音5章26节 因为父有生命在他自己里面 他也赐给子 有生命在他自己里面 那这一个就 体现出了 上帝 他这个独立的生命 使他可以很自由 去做 他想做的事情 他是那位活着的上帝 他是永恒的灵 是那一个 神圣的卧室 I am who I am 活着的上帝在福音当中 显示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主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表白就是 耶稣基督 是基督 就是耶稣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而这个福音呢 呼吁人们 呼唤人们 脱离偶像 侍奉那位永生的真神 万物 是基督所创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圣子是生命的赐予者 他把生命赐给他所愿意 所喜悦的人 因此圣子本身就是永生的上帝 跟父有永恒有本质上面的结合 而基督不仅仅有生命 而且他本身就是生命 他是他子民的生命 同样 圣灵是永生神的灵 他赐给人生命 他是生命的灵 应用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 使罪人得到自由 对那些与基督结合的人来说 圣灵 就是神命 因此 当耶稣基督他告诉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说 上帝是个灵的时候 他不是在讲一个很抽象的神学理论 他在做的事情是向一个 饥渴的罪人 传达好消息 基督 向罪人显示 上帝是活着的 他是那一个 全能的 活水 是那一个 生命之存 不会死 却能够把生命注入到死人的体内 否则的话 他们注定要回到他们的罪当中去 使他的子民真正 能够在公义中 向上帝 生活 向上帝活着 所以基督来了 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我们今天 谈了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关于 神的 属灵性 最后 我们一定要来谈一下他的应用 这些东西 很宝贵 但是他是怎样子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我们可以从 底下 几点来看 我们可以从这个神的属灵性 学到什么 有什么是值得应用的 这个也是 周比克牧师这本的系统神学里面一个很 好的地方 他有 谈到这个应用 而在其他的系统神学书里面会比较少谈到 那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厚啦 他会花一整张的时间单单谈一个属性 那我看过一些 他可能就是 上帝可见 上帝可传递的属性 就用一张谈完全部的属性 所以呀 这个是不一样的作者 他们不一样的专注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相信神学就是应用 我学的这些教义要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能够跟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 这样子的话 才是真正的 我觉得有趣啦 好 所以怎样子应用呢 上 耶稣基督关于上帝是灵的教导 他不是在关于上帝属性的神学讨论会上面来提出的 他是针对谁 他是针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一个需要救赎的有罪的女人提出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要期待这个教义啊 他是 有一个实际好处的 特别是在关于恩典 关于静脉方面 他不是在一个神学大会上面讨论出来的 OK 所以第一点 上帝的属灵性 他禁止偶像崇拜 他禁止偶像崇拜 因为他就表明了任何将神与物质 或者形式相提并论的教导 都只是一个神话 神圣的这个I am who I am 是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的东西 我们身体的物质 甚至我们的灵魂 都比这些还要高 都还要有无限的光荣 斯蒂芬参道他就说 认为我们可以用一块大理石 或者用一块 金子 来 雕塑出上帝的形象 这个是对上帝最大的贬低 就好像你用一个青蛙的雕像 来表达 来表现 一个伟大的王子一样 这个是你在 吸毒那个上帝 偶像崇拜他有很多种形式 但是所有这些都 羞辱了 作为 灵的 这个活的神 偶像崇拜将神性 归于 实物 让这个木头 让这个雕像 他有神性 好像异教的多神论 就把神描绘成 是有超强能力的 男人和女人 半神论呢 他认为 这个世界 包括岩石树木 都是神圣的 他认为 物理宇宙是上帝的一个部分 是对其属灵部分的补充 有点像人的身体还有灵魂 而有限神论呢 他倾向于把上帝 降为一个具有人类 激情的超人 而不是一个最纯粹的灵 这些都是我们上个星期有谈到的啦 跟所有这些形式的偶像崇拜相反 神的话语还教导我们 他是一个灵 而不是物质上的 因此是看不见的 主禁止我们用物质的东西来明显的代表他 或者作为我们对他的崇拜的焦点 即使是太阳月亮还有星星 他们都宣告了 他们的创造者的荣耀 也绝不能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 异教的神跟撒旦的共同点 多于 跟神的共同点 我们不能够参与这些异教的神的 这样子的崇拜 好像无神论他可能会 很有兴趣去谈论宇宙 好像这个宇宙就是神圣的 但是物质是没有意识的 物质不能够思考他没有理解力 没有智慧也没有知识 所以我们不要 去接受那些将神跟物质相提并论的 将神跟世界混为一堂的这样子的错误 相反 虽然我们仍然是地球上的生物 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升 还有完善我们对上帝的所有概念 并且使我们对他的概念 能够真的去理解他 还有第二个 我们要讲这一样 第一个刚才是从这 这一个上帝的属灵性我们看到了 他是禁止偶像崇拜 第二个就是要求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 要简单 上帝的属灵性要求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 是简单的敬拜 什么意思呢 上帝总是用他的话语来规范他的敬拜 因为还没有经过上帝授权的敬拜 并不尊重他的圣洁 相反他是荣耀人类的自我意识 好像在出埃及记39-40章当中 这些经文 有好多次都记录了 人们是应该要如何忠实的按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 来进行敬拜 上帝通过基督完成的工作 使旧约的仪式过时了 就是旧约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再需要圣殿 不再需要祭司 不需要圣堂 不需要祭堂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全部 旧约崇拜的复杂的系统 已经被简单的 心灵和诚实的崇拜来取代了 所以在这种崇拜当中呢 我们读经 我们祷告 我们 唱道 我们传道 并且在洗礼跟圣参当中 我们看到道的显现 所以当人们把这些圣物或者行为 人类的发明 加入到上帝所规定的 敬拜当中的时候 他就隐含着对上帝的属灵性的反抗 寻求一种感性的物质的宗教 人自然会寻求取悦自己的肉体的崇拜 而不是符合上帝灵性的 上帝本性这样子的属灵的崇拜 而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所犯的错误 他增加这些圣日啊 仪式啊 圣礼啊 神职人员的 这些东西呀 并且 对禁欲主义 对身体的这种禁欲的 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或者甚至超过了旧约当中任何的命令 所有这些在心愿当中都没有得到上帝的认可的 这些做法呢 让敬拜者远离耶稣基督 远离这个唯一的宗宝 所以他还给大量的人打开了大门 让他们在外表上敬拜上帝 但是却没有荣耀他的心 第三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上帝的属灵性 他要求 要以真诚 也要以理解为标志的敬拜 因为上帝是个灵 真正的敬拜呢 他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这位圣 来敬拜他 上帝的属灵性 包含了他的智慧的人格 因此 他不能够对无意识的敬拜感到满意 更不可能对虚伪的 这样口头上面的话语感到满意 我们必须要注意并且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来 调整我们的思想 有意识 而且恭敬的将自己 摆置在 令人敬畏的上帝的面前 有很多宣称是继承了宗教改革遗产的教会 他其实最后变成了空洞的传统主义 为了要吸引人群 然后堕入了这种比较肤浅的情感主义 或者输诸于绝望的创新 还有参寻 这些方法当中没有一个是尊重上帝的个人 还有属灵的 上帝的位格 上帝的属灵 上帝自己跟上帝的属灵性的 属灵的敬拜产生于对上帝话语的真理 还有权威的信仰 并且被上帝的圣灵所充满使会众 在祷告歌唱还有教导当中参与上帝话语的 丰富内容 第四点 也就是最后一点 上帝的属灵性也意昧着真正的敬拜者 他必然会结出圣洁的国子 既然神是灵 他就是生命的本体 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认识这位永活的真神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灵魂当中 涌现出永恒生活的内在泉源 神是众灵之父 他追求圣洁 所以 神的属灵性向我们表明 其实近前远远超过可以看见的行为 他要求我们 要有这样子的效法基督的 这样的精神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力量 他都必须要投入到手头的工作当中 祖是万物的祖 他的检查能力 他能够理解人罪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 如果上帝是个灵 我们就要注意那些属灵的罪 宗教人士很容易被肉体的罪 所冒犯 比如讲 通奸 或者酗酒 但是 可能 很奇怪的能够容忍 灵魂上面的罪 所以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 他们把杯子外面弄得 很干干净净 但是 里面却充满了死亡 我们里面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 骄傲 嫉妒 恶念 贪婪 邪恶的欲望 自以为是 贪婪 等等 这些都是对上帝非常大的 贸易方 虽然跟神相像 必须在我们的行为当中 要产生一个实际的效果 但是 他始终是开始于我们的灵 因为神 他是灵 所以 我们从今天的 这一个分享当中 我们看到 上帝的属灵性 上帝的属灵性要怎样子 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第一个 禁止偶像崇拜 我们不许偶像崇拜 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 神是灵 他还是那位真神 第二个 要求敬拜上帝的时候要简单 我们不再需要 祭堂 不再需要 一大堆的仪式 而是 单单 以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 当然 教会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传统 这些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继续的 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像救援那样子 不断的献祭 或者把 人的 这样子的仪式 加在 崇拜当中 第三个 我们要以 真诚和理解为标识的敬拜 我们需要 圣道的敬拜 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敬拜他 我们不是单单追求这样子 情感上面的满足 或者欲望上面的满足 最后 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他必然会结出圣洁的果实 因为他 神 作为灵 他居住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可以意识到 我们所犯的各样的罪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就是我们里面当中 所看到的这种 隐而未陷的罪 那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 神是灵 神的属灵性 他的应用呢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 可以不断的 能够发展开来的 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教义 停留在 啊 就是 这一本的 神学书当中 他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层面 我们都可以去思想去应用他 然后我们也接着今天几个不同的这个系统神学的书 我们看到了 有一些 会比较着重在某一些方面 有些神学家会比较着重在另外一个方面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 那我们在 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 看的更广一些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在下一期呢 我们就会 谈到 谈到什么啊 哦 谈到上帝的纯一性 God Simplicity of God 那 有些人把它翻译成简单性 有的翻译成统一性 有一些人纯一性 那我 我是 我上次之前我是用简单性 但是 后来我想想可能纯一性更好 这个也是 之后可能会再 继续来思想 有没有更好的翻译 啊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就一起 来聊一聊上帝的纯一性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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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